失眠48小时会丧失批判思考的能力 失眠96小时会引起幻觉 身体失去活动能力 在最后就是器官衰竭 直至无法呼吸 一场突然的变故 导致所有人类都无法睡眠 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的存在呢 2021年王妃新出品的惊悚片 《无眠觉醒》将会告诉你答案 这天早上 玛丽开车载着女儿小苏和儿子吉姆 准备前往学校 小苏正在打顿 忽然天空中闪耀出一团刺眼的白光将它闪醒 紧接着汽车也失去控制 玛丽刚停下车 另一辆失控的汽车一面驶来 将他们一家连人带车撞进河里 湖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 玛丽先将女儿推出车外 接着和吉姆在车子沉入湖底前 也爬了出来 玛丽非常担心不会游泳的女儿 万幸的是 她被两名警察救上了案 看上去已无大案 警察告诉玛丽 小苏之前已经没了呼吸 幸亏是就及时才醒了过来 随后玛丽一家来到医院想做个检查 可现在的医院已经混乱一片 到处都是伤者 医生根本顾不上他们几人 让玛丽更加疑惑的是 医院里所有昏迷的患者 无缘无故都苏醒了过来 回到家时 奶奶告诉玛丽 从早上开始整个城市都停电了 她只好上床准备睡觉 但是怎么也睡不着 吉姆也一样 坐在床边发呆 根本无法让自己入睡 转眼到了晚半时间 玛丽看了一眼正在熟睡的小苏 便轻轻关上房门 独自朝着工作地起去 令她不解的是 大半夜了还有无数人在街边狂欢 显得异常亢奋 临近天亮 一名黄发女子带着一对士兵 来到玛丽工作的学校 围观群众很差异 为什么她们的汽车可以开 黄发女子很快来到办公室 她是玛丽的上司 精神疾病方面的专家 她是专程过来收集一些研究资料的 临走时 她告诉玛丽 现在成立了一个紧急研究中心 想邀请她一起过去 玛丽有两个孩子要照顾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上次也没多劝 临走时交给卷发男一张纸条 上面记录了研究中心的地址 让她晚些时候将自己的家人 带到研究中心去 玛丽很不解 现在不是该研究白天的磁力冲击 导致的电力问题吗 怎么把精神病专家也请去了 卷发男似乎知道的很多 电力问题只要更换电线或者保险就行了 现在更严重的是 所有人类都无法睡眠了 这可是世界毁灭的节奏 阿苏认为没这么严重 并不是所有人都睡不着呀 离开家时 自己的女儿睡得真香的 卷发男非常肯定 玛丽心中顿时凉了半截 飞快骑车朝着家里赶去 不过并没有发现女儿小苏的声音 问了吉姆才知道 她一切很正常 刚刚被奶奶带到教堂去做祷告了 玛丽觉得事情很严重 得尽快接回小苏才行 正准备出门时 恰好遇到登门拜访的卷发男 她过来想确认小苏是否真的睡着了 如果是的话 得尽快送去研究中心才行 这样才能帮助人类度过这次灾难 玛丽并没有理会她 快速朝着教堂走去 此时街上已经非常混乱 到处都是烧杀抢杂 这才仅仅过了一天而已 当玛丽到达教堂时 巴契已经无法带走女儿了 因为无法睡眠 陷入极度恐慌的教徒们 知道小苏是唯一可以入睡的人 纷纷表示要将她献祭 这样才能拯救世人 卷发男认为得相信科学 把小女孩送到研究中心去 才是正解 那里已经接收了一位 同样可以入睡的人 突然一声呛响 一名冲动的警察教徒 将这个胡言乱语的家伙击毙 小苏反应很快 趁着大家注意力被吸引 迅速朝着后院跑去 教徒们见了纷纷追了过去 玛丽很了解女儿 先他们一步在阁楼里找到她 将她偷偷带出了教堂 一家三口飞快朝着 远离城市的方向跑去 他们不敢再回到原先的家中 吉姆留了个心眼 刚刚在混乱中 从卷发男身上 找到了研究中心的地址 觉得去到那里才是最安全的 玛丽心里有些抗拒 女儿被当成实验的小白鼠 不过想到过几天自己死去 女儿独自一人 也很难在世上存活 于是到一家修车行 开了一辆换过线路 和电池的车子过来 载着兄妹二人 缓缓朝着研究中心驶去 路上看到大批赤裸着上身的人们 在遥望太阳 显然已经绝望到麻木 就在第三天的时候 玛丽一家去图书馆找地图时 遇到了危险 一群从监狱逃出的罪犯 将他们拦住 好在其中的大黑没有同流合污 危急时刻启动了车辆 帮他们逃脱了 通过大黑的叙说才知道 监狱中的所有狱警已经走光了 他们毫不费力地 就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大黑想要回老家 正好和玛丽他们 要去的研究中心一个方向 于是相约同行 当天晚上 他们的车子被道路中央的障碍物 拦住去路 玛丽正准备强行冲过去时 突然冲出来许多人 想要将他们拉出车子 玛丽几人在车里 又是抓又是咬 总算有惊无险地逃拉出去 随后不久 车子在距离研究中心 不远处的地方停了下来 玛丽一家人下车 和大黑挥手道别 玛丽并没有直接 把女儿带到研究中心 她担心女儿 被当作小白鼠没有好下场 打算自己先去探探情况 于是将小苏和吉姆 藏在暗处的小木屋内 千叮万主一切 等自己出来再说 随后她给自己洗了一把脸 强大起精神 从桥底下 越过研究中心的警戒线 很顺利地到达内部 随后她装扮成研究人员 来到一间重镇监护室 在这里看到了一位 奄奄一息的老人 躺在床上 她也和小苏一样 是可以正常入睡的人 也正是整个研究中心的 实验对象 这些天被抽到许多管血 都快成了一具干尸 这位老人很痛苦 表示自己几周前就该死了 现在只想早点解脱 玛丽想要救她出去 然后家女儿托付给她 可还来不及行动 玛丽的老上司突然出现 她感到非常惊讶 玛丽立马解释到 自己想通了 打算过来帮忙 通过卷发蓝的指引 才来到这里 老上司面容也很憔悴 六天来研究精度毫无进展 这里的人只是靠注射一种 有强烈副作用的提升药物 精神才显得稍好一些 不过最终所有人类 都很难存活下来 这番话让玛丽也非常绝望 这时她看到信号弹升起 有人来到研究中心了 玛丽发现 居然是大黑带着自己的儿女过来了 他们想着研究中心的人 一定会善待自己的 可这里不是避难所 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美好 小苏跪在地上 重复说着 我能入睡 我能入睡 最终小苏被送到研究实验室 这里有一只猩猩 整个头盖骨被掀开 正是之前的研究对象 接着一位研究博士 用乙迷确认了小苏 果然是个能够正常入睡的实验对象 可小女孩并不知道 接下来等待她的 也许是和猩猩一样的下场 此时的玛丽 因为隐瞒自己女儿能够入睡的事 被气愤的上司 关在一间小黑屋内 她已经七天没睡觉了 整个人显得非常萎靡 连视线都模糊了 上次推测 是七天前的太阳闪耀 影响到胶状淋巴系统 打断了生物中 所以所有人都无法睡眠 她要做的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人类 上次离开后 玛丽就一直在喃喃自语 因为长期没有睡眠 精神已经疲惫到极点 甚至出现了幻觉 突然枪声响起 原来一名士兵同样出现幻觉 看到有敌人过来袭击 居然朝着自己的同伴开枪 这就像捅了麻蜂窝一般 越来越多的士兵也开始举枪射击 整个研究中心顿时乱成一团 一名女兵突然冲进玛丽所在的小黑屋 将玛丽屋当成自己的仇家 朝她开了两枪 接着便自杀了 好在她并没有射中玛丽 反而将固定手铐的水管射断 玛丽强打起精神 抽出手铐站起身来 快速朝外跑去 发现到处都是军人在疯狂扫射 她冒着枪林丹羽来到小苏所在的实验室 看到老上司正准备给躺在病床上的女儿下刀 玛丽大声阻止 就这么一耽搁的功夫 老上司居然无缘无故倒在地上死掉了 原来是研究博士良心发现 认为上司太过于残忍 于是在给上司注射提升药剂时 没有挤掉注射器里的空气 让她丢了性命 玛丽来不及感谢博士 立马带着女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出门时恰好遇到吉姆 蹲在一根高压电线旁 嘴里念念有词 说是在给鱼去除内脏 接着瞬间就被电机倒地 小苏连马冲上去 听一听已经没了心跳 她快速跑到实验室 拿出心脏起泊器 她此前恰好见过同病房的老太太 英文心脏停止跳动 被电机抢救的场景 两人手忙脚乱地打开仪器 可能是电压没调好 刚刚安在吉姆胸口 他们就被弹到一边 小苏倒在一旁不省人事 吉姆仍然毫无反应 玛丽则在不住地痛苦哀嚎 转眼来到第二天 整个研究中心已经死寂一片 到处都是倒在地上的尸体 就连大黑也不幸遇难 等小苏再次醒来 她看到母亲趴在哥哥身上 两眼无神地望着自己 小苏看到吉姆起伏的胸膛 惊喜地大叫哥哥没死 原来她刚刚只是处于昏睡当中而已 玛丽现在整个人已经崩溃 就连距离都无法感知 也没意识到吉姆现在为什么能睡觉了 小苏看到不远处心脏起泊气 想到昨晚哥哥的经历 她先是没那心跳 之后被救活就恢复了睡眠能力 再联想到自己之前落入湖中 也是有过一次死亡的经历 断定这也许是解决入睡问题的方法 随后小苏和吉姆将母亲带入湖中 用力将她安进水里 一直到她没了呼吸为止 接着快速将她拖到岸边 拼尽全力做着心肺复苏 只见玛丽睁着无神的双眼一动不动 突然传来一声急促的呼吸声 全剧完 这部影片的设定非常有意思 可惜并没有想象中的 末日来临前宏伟壮观的场景 和人们最后的疯狂和绝望 总结八个字 格局很大 失望不小 看在阿琪给大家躺雷的份上 点个赞再走呗